原标题 一生会经历什么 谁都不能提前预料 唯有守护住一颗善良之心 方能应对一切 他本是一个山村的孩子 出生于1970年 那个时候的中国 百姓的日子普遍贫困 因此对于他的父母来说 他的出生虽然让家里高兴 但也增添了不少负担 他就是后来因抢劫杀人 被枪毙的周特华 周特华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 但在同时带的孩子眼里 他却是一个挺有本事的人 做事喜欢带头 许多小朋友不敢做的事情 他都敢做 唯一就是不太爱说话 性格沉闷 周特华十几岁时 就跟随父亲上沙河 这在当时是一份 挺赚钱的体力国 一天能赚二十多元 但也十分辛苦 这样的工作一般人干两年就受不了了 但周特华父子俩却一直干了十年 直到沙场被别人承包下来 他们失业了 才算结束 没有工作的周特华 为了赚钱 不得已走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山 他学习了驾驶技术 成为了一名客车司机 但是三年后的一次抄灾事故 周特华的车子被扣了下来 妻子与他大吵一架 不久之后便离婚了 受到打击后的周特华性格更加内向 他再次离开了家 临走时只是告诉父母出去打工 没想到周特华这次离开家之后 竟然成为了一位杀人犯 他先后在2004年至2012年 制造多起抢劫杀人案件 成为了公安部A级通缉犯 村里了的老人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位泰然却老实巴交的周特华 竟然变成了这样 2012年8月公安部副部长 亲自坐镇指挥 两名民警与周特华展开枪战 最终将周特华击毙 十年42岁周特华死后 人们才知道 在他32岁的时候 在按摩店里 认识了一位名叫张贵英的女孩 十分漂亮 为了讨她欢喜 周特华先后花掉了几十万元钱 两人成为了情人关系 但对于周特华的身份和犯了事 她从来不过问 返回搜狐 查看众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